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sther心靈分享 今天又是這個開心星期一 上個星期我就豐收了 其實話時話 我的時間管理時間 不是好得去變 但其實大部份的 早上我就不做事 除了星期二 星期二就有這個開心書法班 其餘的 一、三、四、五、六日 一天早上 未到十二點 我最早約是十二點半 或者兩點半 因為 早上是我的時間 其實 還要星期一放假 星期四又放假 其實我做事就是 二、三、五、六日 晚上 還有晚上 我想說很多活動 其實沒有什麼活動 不過這樣說 雖然大部份時間 都沒有什麼做 但其實我經常在想 還有我仍然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例如上個星期 剛剛過去這個星期 做了什麼呢 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 我們這個新節目 大貓瘦身學堂 已經正式開始錄製 錄音了 錄了一集 今天 我們錄影的是星期日 我們拍了兩集 開心養生館 開心養生館 原先就是 我創造出來給Sammy 但是Sammy老師 實在太忙了 自己的生意 業務 又要找嘉賓 又要出街 又要寫東西 對他來說 就太沉重了 於是我就 匹急回來做了 所以今天 拍了兩集 開心養生館 就訪問我們的老朋友 Victor Chan 和Kenny Ma 講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 賀爾蒙 我發現 在YouTube 講賀爾蒙的廣東話 的片 就不多 我們講賀爾蒙 然後第二集 就講維他命C 還有 今個星期是勁抽 我去做了五堂的瑜伽 是五堂的瑜伽 加加加 加 除了跟Tony老師 就上了一堂 叫和緩瑜伽 然後跟著 就上了一個 跟Daisy老師 學了一堂 叫瑜伽環 就是一個圈 就是我前幾天 用很多蝙蝠來講 瑜伽環 這件事 然後又上了一個 叫哈達瑜伽 不知道是不是叫哈達瑜伽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寫中文 另外就上了一堂 叫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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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運動系列 其實我們相對也有做過這類訪問 就是 你知道城市人 特別是我們這些 經常在屈主打電腦 做手機 我平均用在手機 說的是四五個小時 其實這些時間 真的不應該 應該出來見人 出去搞活動 這個手機 還未算電腦 還未算我有時吃飯 看電視 我想一天 我想真的一分鐘 六七個小時 在電視 那方面 2020年 我要大量你減少 今天我想和大家說什麼 說一個題目 就是 你是不是值得擁有 食餐好的飯 你是不是真的值得擁有 睡一覺好的 我稍後說 什麼是值得擁有 回頭再繼續說 除了我們有新節目出街 開始錄 拍了兩集相聚 我去做了五堂瑜伽 然後上個星期五晚 我們去 出席了一個 黑松露宴 什麼黑松露宴 其實就是 有個朋友 Miku和Melvin 老公婆 每一年都會在太平洋酒店 訂一台黑松露宴 那些黑松露 專門在外國 搭飛機過來香港 當然不是很便宜 原價是1200元一位 後來便宜一點 我們減了餐 但也不會便宜到哪裏 因為黑松露本身是貴的 而且很香 然後還有還未完 然後 我上了一堂 這個IT叫做RPA的課 RPA叫做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就是怎樣利用一些 機械人軟件 然後配合 這是一個AI智能的program 就用來處理一些 私人 或者是工作上 一些重複重複的東西 例如是你們問 Password不見了 為什麼按來按去 都不能再上網 就是防止這類問題 之前我們是人手回答 現在就轉做 很快的將來 就轉做這個robot來回答 OK 然後我又訂了 三月份 我就預約了一個旅程 去台灣的斷食營 好像六日五夜 還有Kenny Victor 和Sammy 四個人 其實很難預約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爆 又多了舊身去覆貨 我們竟然四個 一起被接受了 機票都訂了 錢都給了 這樣就會去硬了 那五月呢 我就會去這個歌壁沙漠 就一條路 假設路 一條路 就走去 走這個歌壁沙漠 四日三夜 就是108公里 平均每日35公里 今天呢 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 你聽到我做了很多事情 但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之前呢 我經常都很忙的 即是說以前我做投資的時候 經常都 其實是個心忙 是的 心忙 人閒 OK啦 聽清楚了 有人呢 身閒而心忙的 即是什麼呢 其實人的身體 是很多閒的 即是你的 schedule 沒什麼的 但是心很忙的 經常忙的 擔心那樣 憂慮那樣 又會記掛這件事 這種人是很容易老 容易病 還有做不到什麼的 就是 身閒而心忙 OK 另一種是什麼呢 反過來 是身忙而心閒 即是什麼呢 就是 譬如可能周華山博士 周紹翔博士 我不知道 因為我比較了解周華山博士 他是很忙的 忙得很厲害 他是一個人可以做七個人的事 或者做五六個人的事 甚至乎 如果你講成績的話 他可能一個人做五十個人 一百個人做的事 因為他有一隊義工團隊 即是由他帶動做的事很多 但是他的心是很閒的 所以我問他 為什麼你可以十年做自在寫 十二年都不休息的呢 他說為什麼要休息呢 因為他一點都不覺得累 但是他做的事多得很厲害 但是當我自己的身心靈不平衡 不健康的時候 我就會變得身閒而心亡 然後又做不到事情出來 又賺不到錢 然後不知道自己忙什麼 整天都好像很累 又到晚上睡覺 就很累啊 累得很緊要 其實是心很累 OK 所以今天呢 其實我今天問這個問題 不是說在挑戰你 就是你做了多少事 其實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在說起碼十五六年前 十五年前肯定有的了 有一天呢 還是二十幾年前呢 我真的不太記得 因為太久了 好像是很多很多年前 有一天我去了一個靈性活動 那個靈性活動 就來了一個超級的神婆 她給我感覺很神婆 又說自己通了靈 還有她說話很奇怪 我猜她有些了道 但是我不知道她背後的那個神力 是來自哪裡 OK 她很有趣 她呢 很多人站在那 我當時很樂夢 我站在後面 就聽她說的話 她突然間 穿過了其他人群 然後一指指著我 她說你 即是我 她說你 你快要學懂這個寂寞的一課 事實上我真的覺得很寂寞 我記得剛剛訂了一鍋 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是九五年 如果是九五年的話 應該是二十五年前 我的天啊 二十五年前 然後她的課題很有趣 她就問 她說你 你每一次吃一碗飯的時候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你是不是值得吃這碗飯 為什麼你值得吃這碗飯呢 這樣 我當時的想法 我想可能和你現在聽到我說話 都一樣 就是 吃飯日都要吃的 你不吃飯 哪有力氣做人 是不是 那你這樣問的 有的 事實上她是說的 當我們吃飯的時候 可能我們真的以為 那你吃飯就吃飯 因為三餐 不是吃飯就吃麵 不是吃麵 不是吃麵就吃麵 女人 你說這些 但是她在問我 更加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 其實 當我們 天天生活 吃飯 睡覺 去廁所 做愛 上班 OK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想過 到底我們今天的生命 是否真的有貢獻到 給這個世界 是否真的有做到 事出來 還是你只是 勞勞夜夜地生活 繼續吃飯 然後睡覺 還有 柯子 鳥鼻子 然後 第二天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趣 我真的 當時想一想 就是 我是不是真的值得 去吃一碗飯 這碗飯是大自然 是宇宙 是創造出來 是給我們吃的 我有沒有做到一些 一些有益有建設性的東西 去 回饋給社會呢 還是我吃一碗飯 根本就是 浪費了米飯 浪費了納粹人的錢 浪費了大自然的神奇壯造 然後他問 就是 晚上當你睡覺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已經 鞠躬盡水 做到最好 將那天 將你的人生活得最好 然後睡覺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自己 完全值得擁有一個 很優質的睡眠呢 這樣 所以 為什麼我今天跟你說 就是 我今天做了什麼 就不是說 嘩 去比較什麼 不是這件事 如果我要比較的話 其實在周華山 周小場 見到我的行程會說 Esterlee 你太懶了 你做的事這麼少都可以 有沒有搞錯 這麼有才華的人 你不應該做多些 那我就 啊啊啊啊 救命啊 啊啊 做得太少 那 所以 那是很有趣 那我就 這個禮拜 對上這個禮拜 做了很多 有很多東西的 也都休息很多 也都看 最近 最近這個韓劇 就是這個 鬼鬼鬼 那樣 那 其實都 我已經發覺 挺OK的 其實陳幾何時 當這個05年 我離開了投資界之後 其實我經常問自己 一個問題 Ester 到底你想要什麼 想要什麼 怎樣可以令到下半場的人生 活得更加精彩 更加燦爛 更加 就是 下半世 但是 去到我真是拜拜的時候 真是可以 無悔無憲 這樣走呢 這樣 就是 答案是 登登登登 就是一個平衡的人生 很簡單 一個 很簡單 也都很不簡單 一個平衡的人生 我的first priority 我現在的首 就是在我人生裡面的 首要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Health and happiness 健康和幸福 健康和幸福 我會用下半世的人生 去令到自己健康和幸福 所以今天呢 最近很多 應該這麼說 其實在過去的五十多年以來 我將我大部分的精力 是擺在身心靈的 心和靈的 所謂的心其實在這裡 就是Mindset那裡 怎樣吸力法則 要穿下訂單 然後靈就是spiritual 譬如是靈性的東西 例如說是 怎樣祈禱 怎樣打造 這樣 但是我發覺五十多年來 我用得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少的時間 在身體裡 除了以前 也有很多時間做 斷食 有段很長時間做斷食 然後運動我也很少 除了中學的時候 打個排球 就是學校的排球隊 然後在理工讀書的時候 經常游泳 然後有一段日子 我就是打這個 kickboxing 就是這個 綜合武術 我拿了中學奧術 藍帶的 不要欺負我 你 然後是 有段日子 也喜歡打羽毛球 不過是中學的事 基本上 都很少認真地運動 有幾年我玩 都玩得很迷 然後我就發現自己的身體 自從過了五十之後 很多東西都改變了 例如熬不到東西 例如 身體 就是 總之你對它不好 或者是夜睡 吃錯的東西 所謂吃錯的東西 就是煎炒煮炸 或者是吃一些我自己敏感 就是我敏感緣的東西 敏感緣 就是 會令到我濕疹發作 那些 身體就不給面子了 或者吃得太狂 好像前幾晚我不是說 去了黑松露宴 第二天我睡到十點幾 因為身體 吃得太多東西 是輕了 然後 身體 不是我賴床 是無法起身 因為身體 沒辦法 吃東西吃得這麼晚 又喝了很多酒 我現在很少喝酒 那他倒一點倒一點 結果我們就一圍桌十二人 喝了四瓶酒 這樣 以至第二天我無法起身 所以我就想 因為 因為 靈性和 靈性和 理財 理財 我又教理財 教了很久 銀 我又做了很多 而且我不用做什麼 你做好東西 做了放下就行 但是身體 就不是了 自從 我由功能醫學 去年的五月 開始 功能醫學 去處理我濕疹 接著 由去年到現在 應該再數前一點 應該是前年 前年 就是由十一月搬進來這裡 浪翠園 接著我的嘴 開始皮濕上嘴之後 過去這兩年多 我用了很多的時間 去研究健康 這件事 那就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因為 要講回我的first priority 是這個 健康 和 我的幸福感 我的快樂感 所以 很有趣的就是 所以我的人生 不斷不斷不斷 去調節 如果我要做到 經常有很多時間去 做頭髮 然後找John做奴隸 然後現在 就上大量的瑜伽班 我這個禮拜 上了五個瑜伽班 之後 我就發現 原來我的身體 真的七勞八損 我已經是好好調補 怎麼說 我又不用上班 我大部分時間 在家裡做事 做事 做什麼 我又不是那些 很認真做事 做一下 吃一下 看電視 和雙貓玩 其實和大家 回到週九晚五 然後週六 半天的你 來講 我簡直是 不成氣候 那 但是因為人生的前半步 我實在捱得很厲害 由中學 其實我捱得最重要是中學 然後跟著Pony 然後我發現自己 對腳 很多時候不是自己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好水腫 然後我經常抽筋 我上次講過 我雙腳是經常微抽筋 然後跟著 一年會有幾次大抽筋 半天三間會抽筋 抽到 這樣醒了 想大叫尖叫 但是因為怕吵到隔離 就是要這樣 這樣要拍床 痛到不得了 然後是 到處都痛 無論是 用瑜伽環也好 無論是用橡筋繩 即是用瑜伽的繩 又是用瑜伽棒 弄到後面 或者是 做任何一個動作 我的身體都是發出 嚴重的痛 之外其實 真的需要去拉一下筋 需要去做多些 所謂的運動 所謂的運動 其實不是只去打網球 跑步 其實以我們的健康狀況 跑步是不適合的 然後 今週有趣 因為做了五個瑜伽 我就發現 上兩個星期 我就介紹了 Tony的和緩瑜伽 緩就是緩慢的緩 和就是交和慢社興的和 和緩瑜伽 Daisy的瑜伽環 肯定我會再去的 不用說了 Hatta Yoga Hatta Yoga 原來這個哈達瑜伽 原來是屬於羊瑜伽 原來瑜伽有分羊和陰 這個羊瑜伽 就做到一隻劇 又追不到 然後 那一晚 因為我只遲了兩個字 然後趕到死了 進去的人已經在做了 我就 因為太晚沒有做瑜伽 結果晚上整個手臂是痛到痛醒了 然後塗了兩次的精油 才睡覺 原來羊瑜伽 暫時不適合我的 然後我就做了肩頸運動 非常之好 然後做了 又有一個叫陰瑜伽 陰瑜伽是這個筋 看看貓子 叫做肌筋 肌筋膜放鬆 即是肌肉和筋膜放鬆 如果大家不知道筋膜是什麼 嗯 我們有沒有講過呢 筋膜 我記得好像雙序有講過的 筋膜 如果沒有就我們做回一集 講給你聽筋膜是什麼回事 筋膜是很重要的 筋膜是將所有的細胞 細胞死亡 細胞死亡裡面有東西有用的 筋膜是會吸收細胞裡面有用的東西 然後就在食物裡吸收其他 用來製造細胞的東西 而筋膜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當筋膜是過爐 損耗了的話 其實很大劑 就好像之前我們手這些地方 是傷了 即是筋膜 傷了的話 是很久都不好的 所以我去了上肌筋膜放鬆的陰瑜伽 所以當我上了五堂的時候 我就知道什麼是適合我 什麼是不適合我 楊瑜伽是暫時現階段 是不適合我的 不適合 然後我很有趣的就是 因為這個星期用了這麼多時間 還有看一場戲 看了一場美國的暴力電影 我不知道是暴力電影 是Will Smith的 我以為不是暴力電影 所以我發現這個星期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這個叫做 《重案夢幻再重組》 聽了名字都知道是暴力片 為什麼我以為笑片 真是失敗 結果當然打到爸爸媽媽 早中十八代都不懂 就看了一場戲 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發現 我今天這個短片的題目 就是在說 你是不是真的值得去吃一碗飯 是不是值得吃你的那碗飯 以及是不是真的值得睡個好覺 然後是 今天做完訪問之後 或者在做訪問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樣東西很有趣 其實如果大家 你是有錢 你有錢可以養生 其實你應該用多些資源 去養生那方面 即是說 你可能喜歡上課 你喜歡去旅行 去增港見聞 或者你喜歡進修 讀完一個Degree 又一個Degree 其實 我覺得應該 我現在看回頭 我是用了太多時間 去建立我的事業 經常都是事業 夢想的事業 同樣是夢想 現在太多時間 就變成是 貢獻了 其實我覺得 真的應該用多些時間 在健康那方面 為什麼呢 就是第一 你越早開始維修保養 那就越是 你保持著身材 帥哥、帥哥、帥哥 然後 去到最後 其實就是 有好死 什麼有好死 就是 無論多少歲走也好 就是可以 睡覺的時候走 最好是不是 不要去病餐 又要做很多手術 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去廁所又有問題 走又行不到 旅行又不好 我覺得幾歲走也沒問題 但是 當然 如果你健康又有錢 家人又和順 就長命一些 是不是 這樣 有趣的是 我現在用多很多資源 放在自己健康那裏 例如去歌壁沙漠 不是 歌壁沙漠不算是 歌壁沙漠是在我生意方面的 那裏投資了 那個課程多二萬二元 還未算機票 就是 早一天去 那些還未算 然後 最近我不是說 入了會的 因為花了一萬五元 我覺得值得的 因為你說的二百堂 即是有排上二百堂 每個星期上四堂 上足一年 然後 然後 因為 因為 我 給多很多資源 到自己的身體裏 OK 而且你不要看少這個身體 你這副計 這個身體 是完全是我們的廟 是我們的Temple 是我們一個神聖的廟宇 亦都是一個修行的工具 一個修行的工具 對 這個說得非常好 那 所以很有趣 因為我花了這麼多錢 這個 和我現在吃得好很多 我現在也是很捨得吃的 要不然就不會吃這個黑松露燕 又法國私房菜 那 今個月 我收到的Passive Income 是過了四萬大關的 不過這麼說 一般來說 我每個月的Passive Income 是萬多元的 不到二萬的 這個是我刻意中的 金錢種子 去中的這個 你錢 你錢多的好 最好就是不用做 有很多人 是吧 還有 用很少的力去收到錢 就很好 那 今個月 是破了我這麼多月紀錄 就是我收到四萬多元 Cash 也有三萬七百元 的Passive Income 足夠我Pay 所有的 就是 我的會費 然後 買件外套給自己 買個鑊給自己 因為我看中了Emory一隻鑊 但是我覺得很貴 不捨得 那今個月買了 就有一千九百多元 差不多二千元 這樣 買一隻鑊給自己 這樣 很開心 所以 大家 我誤出一件事 就是 其實你多疼自己 那個魚 就會很疼你 那 我有時想 今天跟Kenny 跟Vicar說 其實一個人 你的健康好不好 當然是天生 是一個原因 譬如我以前 我的天生 我的健康是很好的 因為我媽媽生 我那時候很年輕 她身體也很好 然後 我吃人奶大 我吃到一歲幾兩歲 所以我本身身體的抗體 很厲害 從小到大 就是 我想是 我離開投資界之前 看醫生 我數 我想十隻腳趾十隻手指 是數不完 數不完 就是數不完 沒有的 我記得看了幾次醫生 真是寥寥可數 反而入了投資界之後 就開始多病了 然後離開投資界 那時候真的 半條人命 那所以 其實如果我們那個 經濟是有問題的話 即是經濟很緊 然後你的資源分泌 分配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沒有什麼錢 去滋養自己 沒有什麼錢去休息 可能很大的經濟壓力 其實跟著的生活肯定是差的 這樣 所以大家就要好好地 愛惜你的錢財 可能有時候真的 不用住那麼好的 還有不用經常買東西 不要經常買東西 OK 我是不同 我本身是不喜歡買東西的 但很有趣 天天就給我很多錢 買到我現在都沒有什麼需要 如果再買的話 可能是買個 相機 這樣 相機應該有用的 對我來說 買個攝錄機 這樣 就可以拍我們的講座 或工作 但沒有東西買的 已經 買東西給貓 買一些很漂亮的貓糧給他們吃 這樣 好 講到這裡 2020開始了 今個星期是我們的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就快到了 我講個秘密給你聽 今個星期日就是農曆新年 正式休息就不是這個星期 還有這個星期 接著這個星期我又約了菇師傅看風水 我這裡我年年都看風水 看完買個安心 你知道連年都不同的 然後呢 我整個新年是沒有約人的 我整個農曆新年是沒有約人的 當然啦 因為媽媽又不在 爸爸又在柬埔寨 和我們香港沒有什麼親戚 可能我會去一個親戚家裡拜年 都應該會去的 很久沒有去過 然後 我整個新年是沒有約人 一來就是我想做相聚的事情 第二就是 其實 約的人多 吃飯 吃這個飯 吃那個飯 你想不肥也難 那 第三就是 我農曆新年 我擺到的東西是很淡很淡的 譬如我雪櫃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魚大肉的 現在我 把雪櫃的東西吃完之後 全部買的都是素的 很簡單 煮些素菜 煮些素菜 不約人 變成這個人生就很輕鬆 如果你要約 你見人 年初一二三要見誰 可能從年初一到年初七都要見親戚 又很牢 又很牢 又累 又要洗錢 又要穿好衣服 又要應酬 可能要喝喝吃吃 你要設定 要化妝 要找車 哎呀 很累啊 想起都很累 這樣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沒有什麼約會的話 是不要緊的 話說回來 這兩個星期 一月份 其實我們相對沒有什麼 除了高師傅 奇門遁甲 道術不求人之外 開班 基本上沒有什麼活動 現在我正式宣告 二月份 二月份的中五讀書會 二月五日開始 星期三 二月五日 一都是那個時間 十二點半至二點半 我們轉書 就會讀《修行者的秘密花園》 如果你對這本書有興趣 就可以加入 大家不要走進 如果你加入的話 一定要給電話 是6998-3791 6998-3791 通知我先 不要突然有新人爆上來 又不知道是誰 這本書我們在第三回合 這本書是關於修行的書 是很輕鬆 但是它又很 英文叫很 profound 很豐富的一本書 我很喜歡這本書 然後夜效 我終於決定了 就是二月四日 二月四日的星期二 就會是這個業館八法則 大概你預算它十堂至十二堂 那就視乎大家問題多不多 視乎大家的進度如何 還有我們有多少時間用來 去研究、聊天、分享 一般來說是十至十二堂 你可以在這個 YouTube那裏 click going 這個就不用預先付錢 所以你可以之後來 也可以 給我電話 不要給我電話了 全部是Facebook Facebook那裏 click going 這樣 不然又要收這個電話 收過的電話 又要跟 爹幾個點都要 是不是 然後呢 就是 2月1日 2月1日 2月1日就是這個 Esta下午茶 第三回合 我們去 聊天了 這樣 這樣 so far應該 還有很多位的 這次不是很多人報的 OK 如果你是未報過我們的下午茶的話 就快點報了 那我們每一次就是收12個人的 那大家就可以很近距離 這樣問一下問題 因為如果你來我們平時的活動 通常都很多人的 那這個是很小組 大概12個人左右 還有大部分都是女性的 那男士 歡迎不歡迎? 歡迎的 這樣 只要你不介意 可能你一分鐘是全 全場唯一 或者唯二的男士的話 那你就來吧 那基本上就是女士多些 這樣 那就可以近距離一點 問一下問題 分享一下 這樣 挺開心的 這樣 然後呢 2月份了 2月份的7、8、9日 就是我們這個 第14班 MX14 超級口才 Funny型 開始了 如果大家想 真是磨練一下你的口才 你的溝通技巧 突破一下你人生的框框 你的瓶頸位 或者你想在這個工作表現方面 做presentation 怎樣跟上司去爭取任何東西的話 那我這個workshop是非常之適合你的 這樣 OK 好 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給個like我們 留言分享意見 按鐘仔 看一分鐘 轉載分享 以及快點加入我們商長台成為會員 那這個月呢 我們的1月份 去到2月底的話 我們的營生的禮品 就是這個 風水牛牛一隻的 如果今年的犯太歲 營太歲 可能我記錯的 你知道我吧 鬼婆一個 半個 這樣的話 這樣就非常合理 那如果你說不是 我是基督徒來的 我不相信這些 風水東西的 那你就可以 要兩張我們的這個 我大把錢多了 用不完 和這個money follows joy 那個彩色的 生命之花 做背景的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